怎么说,他讲对死的,对种的死不为意 对种的死不为意 Thank you 刚才我们读到一个经文说,门徒啊 耶稣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一月节,人子就讲耶稣 耶稣讲自己要被卖给人,钉在十架上 就在一月节前几天,耶稣告诉门徒 过两天我要被人家杀了咯,就要死了咯,门徒听了不以为意 因为这个时候是一月节,圣经特别强调一月节 所以你们姐妹,什么是一月节啊? 一月节就是犹太人过新年,不知道我名字叫什么 犹太人过新年,有些当你在过新年的时候 那个气氛,那个高新的气氛,都是想着我今年新年怎样过 大家似乎比较在乎是今年怎么过年,过新年 而耶稣所讲的,我要死,哎呀 错了大家的事,不要在这个时候讲这样的东西 人家来门徒说死死死,也说, 这样的时候,不要在这时候都不要惹可能 领备走,根本没有把耶稣的死放当一回事 况且,耶稣又不是第一次说他会被杀 死在此之架上,尽管门徒已经听了三次加上这次已经是三次了 他们没有把耶稣的货 奠记在心里 甚至会心里面觉得 耶稣你是不是有个妄想症 常常妄想人家要谋杀你 对你不利 所以不对 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人家会这样想你的 你想太多了 耶稣不是普通人 耶稣来到这世界上 有一个使命 就是死在死的家里 他从一开始从出生的那一天 他已经知道他的使命了 他很清楚他一定要定死的家里 他不是妄想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像门徒这样 我们把耶稣的属灵的 这个很奇妙的事情 当得很普通 难怪我们生命当中看不到 我们没有把耶稣的话 奠记在心里面 哎呀知道了 哎呀牧师又在讲这个东西 我听过来了 比如说耶稣讲很多 生命当中 耶稣在他的三年半 这个门徒跟他们三年半 不是三天的吗 三年半的 你认识一个人吧 两年就能认识了 从里到外都认识到 出村了 出村了 把他出村了 这个门徒跟 这个些门徒跟耶稣三年半 认识到熟了 可能太认识的时候 就不稀罕了 哎呀 耶稣常常猜我们 哎呀普通 他也跟我们一起吃饭了 也是这样大便的 也是这样小便的 啊普通 太过清静 太过接近 就不觉得有什么 常常有的东西 就不稀罕了 门徒就是这么样的心态 耶稣讲很多的话 耶稣讲很多的话 对门徒讲 今天我们看到门徒的态度就是 这边听 这边读 所以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又是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奠记 耶稣所讲的 可能你听了很多 比如说耶稣说 因为我受的变伤 你们变得了一致 是啊是啊 阿们阿们 感谢主 可是我们没有听进去哦 我们没有奠记在心里面 耶稣就是我们的一致 为什么耶稣讲那么多 一举 在他们生命当中 是没有作用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羊来 高洁来 无非是伤害 偷窃为外 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看看自己的生命 有没有丰盛呢 卡吹大地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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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这个业就赚了 这个业就活掉了 我是业光珠 我从来没有存钱的 怎么就要我丰盛生命 那不是只是钱而已 我要讲这个 我们必须要明白 圣经所讲的 耶稣所讲的那句话 包括这一段 耶稣说过两天 我要被人家杀了 知道了 知道了 What about you 你又怎么样来看 神对你讲坏 还是你对完全圣的坏 有没有 有这样的应许啊 我从来都没有读过 我没有翻圣经过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 门徒跟了耶稣是违反的 但是他没有把耶稣的货 垫置在圣里面 很多人都没有 我用来的 得受 特别人呢 那有什么